中国股市 股海沉浮系列电影顺势而生 一个崭新的股市电影时代正式开启 股海沉浮系列电影 由国内一线知名导演 制片人强大股民战容联媒打扫 从投资预计三亿元 是中国第一部由全股民演员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采用真实K线图 真实股票案例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由股民投资股民策划 真实反映股民生活和投资的电影 第一部以传播正确投资理念 和实战技巧为目的的电影 第一部把股市生活化 生活故事化最通俗易动的电影 股海沉浮首推三部电影 股海沉浮一 奇迹创造奇迹 股海沉浮二 让庄家落奔 股海沉浮三 股市不相信眼泪 电影中有关股市投资理念和实战技能的内容 均根据黄华琪先生同名著作的 奇迹创造奇迹 让庄家落奔 故事不相信眼泪缩解改变 由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担任总策划 黄华琪先生 现任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州建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大政权大奖堂首席讲师 网络建客大学校长 从事资本市场理论教学和实战交易工作二十多年 黄华琪先生讲座风格 通俗易懂 幽默风趣 客观务实 极具关系和实战意义 使投资者做到手中有股 心中无股 人股合一的最高境界 目前讲座视频达四百多集 公开的把握视频点击率 累计高达一亿认词之多 目前第一部电影《古海陈伏一》 奇迹创造奇迹 已经进入股民演员寒选阶段 主要演员八十八名 要求两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群众演员八万名 要求一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到时将参加鸟巢大型投资讲座 股民演唱会 电影剧情实景拍摄 报名官方微信 《古海陈伏》首字母拼音加188 凡关注微信 了解电影详情 即可免费获得故事剑客四百集 投资实战经典讲座视频 这将是中国股民最大的福利 重生的机遇就在你手中 知识改变命运 剧人创造财富 你准备好了吗 5 4 3 2 1 7 故事黑马 横空出世 一剑 定乾坤 喂 大家好 在上课之前 先把本人的虚极销售购买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讲 黄华七先生的系列制作的购买方式 设计名称 奇迹创造奇迹 让庄家罗奔 以及股市不相信引内 绝密炒股一百兆 然后购买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官方淘宝店购买 淘宝店的 店名是股市建客梦工厂 网址是http2.2杠 股市建客梦工厂第一个字母 点淘宝全拼 点抗 然后二维码可以扫一扫 第二种购买方式是微信购买 微信号的名称是古海城府电影 微信号是古海城府第一个字母188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 然后第二个微信号 微信名称是股市建客 微信号是股市建客第一个字母168 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购买 本人的系列书籍 这个建客文化传媒官方网站 http2.2杠3w.建客文化传媒 第一个字母.com 登陆官方网站也可以购买 然后淘宝以及官方微信都可以购买 那么这个公告完毕 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喂 大家好 您听到声音发个一好吧 您听到声音吗 好 听到声音就是正常的 好 那我们就正常讲课 在股市当中呢 我们最怕的就是上来庄家的 当 中了庄家的轨迹 这节课我就专门讲这个话题 叫做股市中的老鼠家 股市心理学实战系列 第九 小的时候就经常在家呢 用老鼠家抓老鼠 不知道你们有抓过没有啊 只要在老鼠夹上夹一点点肉 只要老鼠轻轻的撕扯一下 这块肉 那么 就会被老鼠夹给夹住 轻着断尾扫腿 重着丢了性命 并且重轻力啊 重轻力百分之九十 可怜的老鼠 本没有什么成高的理想 和奢侈的欲望 仅仅只想苟且突生 和传宗接代而已 却无端端的 被独裁而有残忍的人类 用并不高明的计量 搞得断子结孙 天哪 还有功力不 人类对待手无蹭铁的低等动物 尚且于此 何况是对待和自己智慧 差不多的同类 手段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个市场 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市场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在这里到处都充满着 尔若我诈 唯利是图 公平无成 道德能状 弱肉强食 深不可测的股市 更是达到了 征风造极的地步 地了 天哪 地了 我们究竟是躺在人间 还是睡在地狱 大家可能有一点怀疑啊 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这个社会有这么可怕吗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的多 今天的社会我们用一个词语叫民不聊生 很多人不赞成 但我告诉你 这是杜夫写的一首诗是吧 住民九肉臭 漏有冻死骨 冻死的可能没有了 饿死的可能也没有 啊 病死的比较多 自杀的比较多 社会是这样 股市比社会更残酷 好 我们来看 股市中的老鼠家之一 提台泡沫 提台泡沫 前一段时间停留感啊 这个医药股涨了一下 马上又一个这个 两会一召开 又有题材了 题材泡沫 注意一下 市场 题材是永恒的主题 没有题材 市场就缺乏了激情 没有题材 市场就没有了想象力 就无法创造数多传奇的故事 市场也就少 少了很多的喜剧和悲剧 市场中的喜剧和悲剧 都是因题材而起 题材本身并没有过错 过错的是投资者 对题材过度的草处 和无限制的想象力 最近这个安徽 这个搞了一个这个房子 房地产新盛 很多人哗了一下就杀了房地产 里面说了 然后三天之后暂停 然后又 哗啦啦撤 任何题材都会对市场产生影响力 只是对市场的影响力不同而已 有的影响力会大 有的影响力会小 有的持续性强 有的没有持续性 这就是需要我们去判断的 我们可以利用题材操作 但不能迷信题材 任何题材的出现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该题材的股票是在高位 还是在低位 这种非常重要 在高位的 你再好的题材都没有用 不可能无限制的想象 在低位 有题材 还要吸筹到位才行 没有吸筹到位 也是一天的行情 马上这个三四月份 三四月份 年报基本上都要快出来了 又会让人产生 无限制的想象力 你不管他业绩好坏 首先看他有没有投资价值 是取代高位中位还是低位 今天大盘往下探一下 高位的股票杀跌杀得很凶 低位的跌幅稍微会 窄一点 现在市场持的十分纠结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现在不讲好吧 等下讲完课之后 有兴趣的留下来 我稍微讲几下 其次是判断主力 想借题材干什么 今天出现利好消息 主力想干什么 是想吸收 是拉伸 还是出货 这是我们首先要问 问的一个问题 一个题材出现 目前股价取在 取在什么位置 装甲炒作取在什么阶段 才有什么目的 这是我们首先 要是问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你看题材也没有用 最后还要判断 大盘是上升出事 还是下跌出事 我现在问一下大家 现在的大盘是上升出事 还是下跌出事 上升出事打一 下跌出事打二 回答一下 现在的大盘是上升出事 还是下跌出事 上升出事打一 下跌出事打 一页一一一二二二二 搞不明白 是吧 打一的多 打一的多 打一的 实际上是自作聪明的一类 说实在的 你认为是上升出事 在出事没有明确之前 出事没有明确之前 不要去武断 也许你是对的 也许你是对的 但是没有明确之前 不要去猜想 不要去猜想 现在整个出事 还在下下跌通道之中 还没有进入上升通道 除非回调不上新低 才可以确认 好 对 只能算是反弹而已 现在目前市场上 你能找到好的股票 两百支 你能找着吗 涨得好的股票 有两百支吗 有还是没有 两千多支股票 还有百分之九十重没重 好 一般来说 股价持低位 指令会借助题材利好 轻松的拉伸 如果股价持高位 指令会借助利好题材 轻松的出货 所以股市中的神马 都是福人 都是福人 四川长虹 四川长虹 有知道这支票吗 把四川长虹打出来 600839 600839 把这支票打出来 四川长虹 四川长虹 这支票 四川长虹是什么 做电器的 将用电器 四川长虹 曾经在 1996年的时候 96年到97年 96年到9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彩电还不是非常多 数码电视更不用说 听说有电视出来 那是很 那是很 很不错的 有彩电就更不得了了 这就是当年的 被炒多过的一支票 嗯 然后很多人疯狂的往里 往里边冲 最后就是在里边去了 这就是这题材的 无限制的想象 当时还有一支票 叫做 ST 银广下 叫银广下 任何一种题材 不要无限制的想象 这支票 涨 涨到最高位 现在是全付权之后 是11块多钱 连这个 2005年 06年 07年 这么好的行情 都没办法 突破新高 这就是 当年被炒作过的 一支票 像这种被爆炒过的股票 多少年之后 都见不到新高 还有我们的中国石油 一上市就被爆炒 被新传媒体爆炒 所以我们面对题材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 尤其是现在 两会召开也好 十二五规划也好 这两天 十二五规划的一些新兴产业 是吧 包括物联网 互联网 电子信息类的 搞了两项 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有投资价值的 可以参与 没有投资价值的 千万不要 冲动 第二个 老鼠夹 叫股市黑嘴 股市黑嘴 前一段时间 电视媒体也 也曝光过 是吧 股市是一个 非常残酷的游戏 到处都充满着陷阱和欺骗 内行 坑害外行 强势 欺骗 弱势 智利 舆论散户 机构 门币 忽悠大众 一不小心就掉进了 强盗们精心设计的连环穿套 当今的社会 当今的社会 你有没有发现 强奸犯很少了 有没有发现一个现实 以前强奸犯很多 现在强奸犯没有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时代 只剩钱 在当今有钱 就是跌的年代 金钱可以使 一些没有脊椎骨的高等动物 瞬间 变成汉奸 所以如今社会 汉奸比二战时期 还要多得多 电视 汉奸之一 网络 汉奸之二 报康媒体 汉奸之三 股贫 汉家之四 三家 汉奸之五 上市公司 都统统都会成为汉奸 随时都会被 距离不够抗拒的金钱 集体 浓尖一遍 当他们失神之后 就会被距离 胁迫 卖命 充当黑贼 全部被金钱给浓尖了 而且毫无廉耻的 开始鼓 鼓噪 洗头将广大 不明真相的投资 大众一起拉下水 吃多耳根不清净的投资者 就无辜的被骗进了 窑子里 任人 蹂躏 吃神痛苦 也无际于事 当今的社会 不是开放了 不是开放了啊 是因为太多的人缺钱了 缺钱的人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这个社会 这个黑暗到什么程度了 有时候我想说想说 突然之间有跳楼自杀的感觉啊 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活在这个黑暗的社会 毫无意义 股市黑嘴 鼓噪的目的有三个 在股价低位的时候 大畅利空 让投资者割入 达到阻力 快速建仓的一个目的 一旦行情一下跌的时候 蹭空的就开始 大量出现 溢空消息也跟着来 而在阻力拉升的时候 就会发布利好 让投资者 跟风台叫 拉抬股价 你想坐庄 你想坐庄 如果你跟上市企业 没搞好关系 对不起 你想坐庄 很难很难 我今天跟你透露 这么一点点 好不好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 叫做温柔 温柔的谎言 里面专门演了一个医药代表 你想把药销售出去 你的跟指持医生 有一腿 你的跟政府官员 有一腿 否则你就卖不出去 我告诉你 你现在每个药公司的 医药代表 都是漂亮的女人 你看得到看不到 男人你销售不出去 我告诉你 男人的药你销售不出去 只有女人的药 才能销售出去 这个社会就这么残酷 这么现实 所以以后你们有 有大量资金的时候 如果想坐庄的话 请千万不要得罪了上市公司 什么时候该发布你好消息 这个得配合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如果你想炒房地产 如果你政府官员 没关系的话 你千万不要去炒 搞房地产 搞房地产都是有门有漏的 不是你有钱就能搞房地产的 你要搞明板呀 随便不论一个什么东西都会掐死你 你知不知道 而在高位出货的时候 大唐未来远景 让投资者莫名买进 达到主力 大肆出货的目的 就是黑费有三个目的 要么是在低位畅空 要么是发布利好 拉抬股价 要么是 用利好 大肆出货 股市 永远没有白吃的午餐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任何人 讲任何话 都假设他 没有讲的时候 你会买卖吗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很多人买股票的时候 首先 我看到什么利好了 你错了 先不要看利好 我们研究股票的时候 然后先研究什么 先研究高低位 再研究形态 然后最后才是找基本面 你明白吗 最后才是去看基本面 基本面要放在最后一步 不是放在第一步 然后在业绩看一看 公司有没有什么 未来的远景 有没有什么利好题材 这是最后一步 不是最重要的一步 你告诉你啊 如果你先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一步 你死定了 如果不会买卖 其他人讲什么 你都不要是理睬他 千万不要过分的想象和恐慌 高位不要太过恐慌 低位不要太恐慌 高位不要太幻想 来我举一个例子 泰元钢玉 把泰元钢玉打出来 这支票啊 000795 000795 把这支票打出来 泰元钢玉 这支票 打到2011年的2月22号 2011年的 2011年的2月22号 在什么位置 2011年的2月22号 这个位置啊 2011年的2月22号 随后的一段时间 如果你光成筹码上去看 是很漂亮的 我们把筹码也点出来 好吧 当时在这一波启动之前 筹码是比较集中的 然后拉到高位之后 经过横盘整理之后 非常类似于洗盘的动作 那么泰元钢玉 有没有题材 有没有题材 嗯 有 非常好的题材 叫稀土泳池 稀土泳池是干什么的 嗯 这个是做导弹的 前面的那个赖高温的材料 很奇怪 讲到这里 我就很生气 全世界稀土最多的国家 就是我们中国 而我们中国的稀土 却没有定价船 并且把这个最廉价的卖 出口到国外 我们中国这么多年 消耗了大量的国有自然 第一年来卖给国外 并且我们还没有定价船 中国的稀土只够用25年 就全部没有了 现在用不到了 这么多年开发 我看用不了多少年了 然后政府又来一个 来一个限制出口 就这么一个题材吗 限制出口 然后就价格就开始提升 提什么提 现在是40倍的适应力 40倍的适应力 你看看这个 这个菜园干预 菜园干预 限制出口之后 对他的业绩 有多大的帮助吗 我告诉你没什么帮助 你不要认为限制出口 就涨价了 中国对世界稀缺的资源 永远都没有定价船 全部被 欧美国家给冷断了 中国的企业是很可怜的 非常可怜 你不要认为限制出口 对他业绩有 大利好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 没有什么话语船 没有定价船 这就是对 题材 无限制的想象力 不要说想象 高位 不管多好的题材 我们都谨慎的 去参与 千万不要盲目 股市中的老鼠甲 是三 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 什么叫内幕交易 由于中国正传市场 信息披露的 不及时性 不公平性 不管是利好 还是利空消息 最后知道的人 就是我们普通的大众投资者 我们永远都是最后知道信息的人 你信吗 嗯 马上三月份 四月份的业绩 三月份 四月份的业绩 马上要预报了 对吧 要披露了 我告诉你 别人老早就知道了 只有我们闷在鼓里面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是后妈生的 没办法 前面还有一个前妈生的儿子在那边等着了 这就是信息公布的 不透明 不管是利好 还是利空消息 最后知道的都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 但等到真正消息公布的时候 市场已经反映完毕 中小投资者往往被滞后的信息所欺骗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见光死 为什么会见光死呢 为什么会见光死啊 因为消息老早就反映了 消息老早就被别人知道了 双交老早就利用内部的一些信息 提前完成完成操作动作 等你知道的时候 你跑进去只有死了一条 连cpi的数据 你奇怪吧 连cpi的数据 国务院还没有发布 别人都已经知道了 这可是 最高领导层的 我告诉你啊 核心机密对吧 但是 没有用 这里边一定是有毛利的 人为财死 尿为死亡 一天天都不够分 这种不公平的博弈 在游戏游戏开始之前 就已经制定了普通的投资者 难逃亏损的命运 因为你始终是闷的 因为你始终是闷的 吸力糊涂的 而别人是清醒的 信息泄露 只要包括上市 只要包括上市公司的 并购重组 自知财务 等相关重大信息 国家宏观调控的货币 财政 经济政策 等等 2007年的530知道吧 提高印花税 提高印花税 这半夜发布 留吧 只有半夜发布的时候 才相对比较真实一点点 包括国家的宏观调控的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经济政策 等等啊 对于内幕交易 爆炒的股票 我们投资者 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 不要过分的 追高和幻想 这类股票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要念战 最近有一个什么板块 一直涨一直涨的 大家有没有印象 什么板块一直涨一直涨 有没有人告诉我 电子信息类 不是 有色不是 一个很奇怪的板块 叫ST ST啊 ST 什么板块都没有ST涨的流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机型的市场 机型的市场 ST 最近三四年 都没有什么 作为 股价非常之低 非常之便宜 那么 从这个ST的爆发 最近你发现了一个特点的没有 发现一个特点的没有 反而是近期被炒作的 基本上都是超跌 超跌 超跌股 都是几块钱起重的 这一类的股票 被炒作比较厉害 为什么这一类票 要被炒作 并没有什么题材 唯一的就是安全 安全 你大盘跌 我本来就在地板上 你跌吧 你跌我也在地板上 这是我们 现在目前要出思考的一个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 基本上启动的 都是超跌的 超跌的 股价便宜 位置很低 流通胆不大 基本上是这一类 跟业绩还没多大关系 是吧 跟业绩还没有多大关系 业绩好的 南朝不涨 还不怎么涨 但是这一类票 来的快 去的也快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这是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的 中山公用 中山公用 000685 把这些票打出来 000685 中山公用 原来叫公用科技 好像是 000685 这支票 打到前前期 前年涨停板的 2007年的 7月份 天天涨停板的这一段 天天涨停板的这一段 这一支票 什么情况 2007年的6月份 李启红 李启红 这是一个人 很有名的一个人 在负责中山公用事业集团 重组上市的工作中 指使其亲属 以他人的名义 开立股票 资金账户 并大量买 买日 公用科技 原来叫公用科技 股票 卖出后 非法获利 1983万元 7月份 你看到吗 这支票 7月份 7月初 应该是 7月初 7月2号 7月3号 7月3号停牌 而6月份 很多内部人士 在6月份 大量买进 然后拉高之后 获利去止 因为有利好吗 重组吗 而很多人 不顾一切的 开始追高买进 追高买进 谁买了 呃 成十块钱 涨到三十多块钱 谁买了 嗯 八块 八块多钱 涨了四倍 这些高位的股票 谁买呢 难道不是投资者买了吗 难道是庄家买了吗 不可能 啊 最近 最近 很多人看到 ST涨得好 啊 孩子疯狂往里面搞 很多ST的股票 已经涨百分之五六十了 今天跌的最多的啊 跌的最多的 就是ST 千万不要去 盲目的是追高买进 啊 听说ST涨得好 我们也是搞一个ST啊 一天五个点 两天十个点 三天十五个点 很舒服 不要去追高 好 让大家看 ST高桃 ST高桃 原来叫高层桃尺 600562 600562 600562 把这些票打出来 在2009年啊 这已经到2009年来了 2009年的2月份 杜兰库 参与了上市公司高层桃尺的重组事宜 啊 这是内部人事 使用本人自己控制的他人账户 大量买进高层桃尺股票 卖之后非法获利 421万人 其妻子还向多名亲属 泄露该内幕信息 帮助他们非法获利 12002万人 别人就凭这么一个信息 就可以获利 几百万上千万 你有这个信息吗 嗯 你有这个信息的话 很快就成为千万福恩 甚至亿万福恩 很快 这就是中国这个市场的黑暗 啊 这些人真的处罚的很重啊 我告诉你不重 坐牢了还赚钱 你信吗 嗯 跟陈水扁一样 坐牢了还照样赚钱 所以我们 千万不要去 把题材当做宝贝 也千万不要因为某种题材 疯狂追高 我曾经有一个人啊 某只股票疯狂涨停 每天都买不着啊 他就问我 说黄老师啊 听说半夜12点过来之后挂灯 肯定第一个成交 你认为是这样吗 你半夜挂灯是没有用的 从集合进驾开始 你提前挂灯没有实际意义 啊 没有实际意义啊 也不要去 贪婪的 去追上某只股票 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市场 很多人就很 很 很焦急啊 买吗 又怕它跌了 不买呢 一会儿未来没机会了 一直涨怎么办 你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这种心态 是还是不是 买吗 又怕回调了 不买吗 它一直涨怎么办 一直涨怎么办 这就是不冷静 不理性的表现 几千只股票 百分之九十都还没涨 你怕没机会吗 嗯 市场就在一两个月都全部涨完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的振着你 重要的是 你够不够冷静 我们现在很多人现在唯一 唯一想做的就是追高啊 某只股票涨了 追啊 追啊 你最近才还是死 市场不可能一直涨的 第四 股市中的老鼠家之四啊 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 你经常看到 看到有没有看到某个某个上市公司发布信息之后 然后过两天又澄清 有没有 有没有 啊 经常发布错误的信息 然后过两天来一个澄清 澄清就完事了 你知道吧 啊 这个叫坦白澄宽 上市公司为了配合利益集团 经常会发布各种各样的虚假信息 发布 发布数假信息你怎么样啊 反正他得到钱了 受到贿赂了 有利益可图 上市公司发布数假信息怎么样 嗯 请问你政权会能把它怎么样 能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中国这个市场 还是一句话 无法可依 有法不依 治法不严 违法不究 少吗 中国这个市场叫世代人为啊 世代人为 最近这个赖昌新啊 赖昌新在厦门这个提起公寿 不知后世如何 如何啊 请听下回分解 你看赖昌新怎么样 结果会怎样 网络也不时的爆出各种 虚假的传闻 传闻 经常市场上会出现传闻 这个传闻不是 无所事事的人搞出来的 你搞明白啊 所谓的传闻必须是知名度 有知名度的人搞出来的 你搞个传闻给我看看 有人信你吗 有知名度的人才会发布传闻 才会有信任度 那么发布传闻干什么 一定是有末的 让投资者真假难辨 无所事成 一不小心就落入了 现金 深受其憾 一般来说 中小市值的股票 容易受到 虚假信息的攻击 并且利好 虚假信息 比利空虚假信息 杀伤力更大 所以投资者 特别谨慎 大盘南投股 大盘南投股 有利好有用吗 你告诉我 大盘南投股 没人去炒作汤 你再好的利好 都没有用 冲击量就是 一天的行情 一天的行情而已 而中小盘的利好 却不一样 不管是真实的信息 还是虚假的信息 我们首先要看股价 是高位还是低位 是高估还是低估 高位低位 这是一个概念 所谓高位 是创过历史新高 股价非常高 高估与低估又不一样 股价低并不等于 它低估 因为还有一个业绩的问题 八块钱 你认为它低估了吗 八块钱不高吧 你认为它低估吗 我不一定 它能一块钱 涨到八块钱 涨到八倍 照样高估 高位是股价高 位置高 高估 和高位是两个概念 不要仅仅根据利好就买 利空就卖 因为造成不必要的证实 这个是重庆啤酒 就是这个例子 600132 600132 把600132打出来 好吧 重庆啤酒 嗯 这是在 201年的11月25号 创新高 创新高 这就是高位利好 高位利好 我曾经讲过 高位利好 撒腿就跑 是不是 但是很多人 不会撒腿就跑 啊 因为重庆啤酒 搞了一个 一干一秒 拿着大利好 未来会 会涨到这个 清 涨到天堂上面去 所以我们后期 在看股票的时候 只要高位 首先打个问号 不管他有多利好 这句话我已经讲了太多太多遍了 第一位 产生惊人的价值 你ST这段时间都涨得好 为什么 第一位 两三块钱呢 三四块钱呢 第一就会有人炒作 不管什么东西 家外第一就有人炒作 这是市场永恒的主题 炒股票炒什么东西 是不是成炒低到炒高 从低位炒到高位 这个叫炒 什么叫炒 从高位炒低位炒到低位 就不叫炒了 好 最后一个主题 古市中的老鼠家之物 学习股民四人帮 有哪四个人 是学习股民的 休息五分钟 再讲 再讲 好 好 接受讲课啊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金正日 七十周年 要诞成七十周年吧 我很感动啊 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去世了 全国的民众 会哭泣 会流泪 请问 如果中国的国家主席死了 你会流泪吗 会流泪的打一 不会流泪的打二 打呀 你怕什么 都不会流泪 不仅你不会聊 我也不会聊 为什么 这个民族没希望了 你别看朝鲜穷 但是这个民族有希望 因为他对领导人有 有期盼 领导人为他做实事了 这个官朝讲的太对了啊 与我无关 太可怕了 因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发地震的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整个国民已经对国家没有 没有信心了 没有希望了 一个国家的国民对领导人没有要求 一个国家的民众 不敢批评政府 已经麻木了 这是民族的悲哀 我们也不敢议平 因为没有民族 因为被打压 是吧 怕被打压 就算你批评了 他不一定听你的 你的诉求 没人去帮你解决 所以已经无所谓了 美国墨西哥湾 这个陆游事件 整个美国都会飞同起来 我们中国不会 我告诉你 你墨西哥湾管理什么湾 这是一个民族没有凝聚力了 麻木了 对 麻木了 有80%的人批评政府 说明这个民族有希望 说明对政府还有要求 还看得起政府 如果都不作声了 就等于失去信心了 看不到希望了 这是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悲 很可悲的事情 来 我们来看 学习国民四人帮 马斯人 我把它编为一号人物 二号人物 三号人物 四号人物 一号人物 证监会 现在全中国的股民 都把命运交给了证监会 指望证监会来保护我们 最近证监会主席 郭世青讲了一句什么话 不知道大家没知道啊 讲了一句话 说 中低层收益的人 不适合炒股票 有没有听到这句话 嗯 中低收益的股民 不适合炒股票 有吧 请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请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搞明白啊 讲出这句话了 你知道我多悲哀 你知道吗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中低收益的人 中低收益的人就是想赚一点钱吗 中低收益的人才想改变生活吗 所以把钱投入到股市吗 说明这个股市是坑害人的 坑害中小股民 中低收益的人他于心不忍 希望坑有钱人的钱你知道吧 这句话的意思的背后就是 有钱的人的钱可以坑害一下吧 中低收益的人不忍心去坑害你 那我们的股市的实际是什么 金融的作用是什么 意义又是什么 难道我们的股市就是坑害有钱人的钱吗 有钱的人可以取超股票 你的钱亏点没问题 没关系 中低收益的你们别处搞了 完全违背了股市的真实的作用 融资的真实的意义 悲哀 现在中国的证监会 是一家说了算 你记住啊 一家说了算 全团决定上市公司 能不能够上市 该不该退市 证监会说了算 能不能上市 现在还有几百家 几百家公司 等待着排队上市 谁来决定 证监会 其实 权力 有权力就产生了腐败 知道吗 你给我权力 我照样可以 做得到 权力产生腐败 那么多 那么多想传钱的人 都盯着中证监会的了 你知道吗 证监会的权力 甚至比法院的权力还要大 我告诉你啊 股民却毫无发言权可言 这个市场真正有发言权的是谁 有没有人告诉我 这个市场唯一有发言权的人 是谁 错了 错了 只有股民才是真正应该有发言权的 股民是投资这个市场的大众 如果股民都没有发言权的 你想有多黑暗 多恐怖 嗯 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没有发言权的 我们刚刚打天下的时候 啊 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举 打斗地主 打土豪 打猎生 反帝国主义 人民当家作举 现在人民也不当家作举了 股民应该是这个市场真正的主人 但是股民没有任何传利 等一下我还会讲啊 股民没有任何传利 新业股份 300159 发行适应率高达150倍 150 新业股份 这个 这支票有吧 发行适应率150倍 请问谁批准的 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啊 谁批准他上市了 谁批准他上市了 是谁 证监会批准他 知道吗 照样可以在二级市场上 批准小蛮腰 有着小蛮腰逛大街 小蛮腰啊 新烟股份 150倍 照样发行 照样逛大街 照样穿钱 请问中小股民的权利 究竟靠谁来保护 难道其中没有什么毛利吗 嗯 银广下 三个零五五七 虚假信息案 让无数的投资者 门受了损失 这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一个 虚假案 证监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证监会 尽以银广下前负责人刑事案件 卫判 暂不进行民事诉讼 因为普通的股民受到的经济损失 应该要赔偿 对吧 因为你发布的是虚假信息 但是 中监会的人说 啊 这个银广下的 这个法 法人代表 还 这个刑事案件还没有判 所以暂时不能够进行民事诉讼 就算赔偿 也要先保护国有资产 中国人很奇怪啊 动不动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这句话给我放过来 放狗屁 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你信吗 谁的利益高于一切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比较优秀的国家 都是这样 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国家宁愿 宁愿 审视一些利益 也要保护人民的利益 人民都没有了 你谈什么国 嗯 所以说现在什么国家主席死了 国家总理死了 没人哭 真的 请问 法院 判案 还是证监会的判案 法院都得听证监会的 你知道不 以民为本的国策 又何在 又要谁来监督政监会 啊 政监会了 政监会来监督别人 谁来监督政监会了 不受监督的权利 就像脱了江的野马 哄冲直撞 后国殃民 其野人不能上市 究竟谁说了算 应该是我们股民说了算 这里有一个案例啊 优酷 优酷 优酷连苏三年亏损 不能在中国上市 却能在美国上市 为什么 嗯 你说奇怪吧 优酷连苏三年亏损 他不能在中国上市 他美国就可以上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难道美国的钱好赚一些 美国人都是傻逼 因为在美国是股民说了算 你记住啊 美国是股民说了算 股民说可以让你上市 万一买单 你就可以上市 企业能不能上市 是由股民来说的 美国是这样啊 亚马逊 亚马逊 亚马逊是知道 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你看有没有人知道 啊 亚马逊是干什么的 亚马逊公司 啊 电子 电子书 卖电子书的 对吧 卖书的 嗯 卖书的 亚马逊年 是八年亏损 要是在中国早就退市了 但在美国不仅没有被摘牌 相反股价却步步高升 为什么呢 因为股民认可 为什么认可呢 因为他每年更新 每年都在有新的项目 不断的进行投资 所以他亏损是正常的 大家都看好他未来的潜力 所以他可以不退市 股民说不 啊 可以不退市 你证监会说了也没用 上海麦考林公司 在美国拉斯达哥市场 刚一上市 就遭到了股民的 集体奏讼 这是个新的名词啊 叫集体奏讼 什么叫集体奏讼呢 集体奏讼就是 一个股民 和企业打官司 如果打赢了 那么 只要买进这支票的 所有的股东 都会得到赔偿 这叫一人打官司 全体获利 这美国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制度啊 美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股民打官司 不要钱 律师 专门帮你做 只要你说 打官司 马上有很多律师 来帮你搞 并且是免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打赢了 律师可以拿 百分之三十的 赔偿费用 比如说赔偿一千万 律师可以拿三百万 如果赔偿一个亿 嗯 律师可以拿三千万 他干嘛不干呢 所以美国的律师 最喜欢打赢了官司了 那你作为上市企业 你还敢认识作假吗 只要股民一投授你 然后律师开始在 帮忙搞 一旦赔偿 你要赔偿所有人 不是赔偿一个人 你企业还敢认搞吗 美国有严格的保护 中小投资者的监督和司法体系 只要上市公司 有任何论识作假的行为 随时都会遭到股民 律师对冲基金的致命遗击 对冲基金懂吗 嗯 美国的很多对冲基金公司 经常说是一些律师股民 把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排查一遍 只要发现某个企业 有问题 马上大量卖空 对冲吗 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对吧 你打官司打赢了 这种基金还会给你钱 而在中国的股民 却没有任何话欲传 只有处处挨的命 这是一号人物 现在 所有的新股上市 我今天在这儿 奋串一下大家 奋串一下大家 除了中签之外 所有的新股上市 都不要出参与 有没有上市之后涨的呢 也有 少 都不要出参与 因为新股的上市 适应率太高了 股性也不稳定 建议大家不要出参与 没有一年以上的股票 不要出参与 因为中国的上市公司 基本上是垃圾公司多 垃圾包装一下 一个妓女也给她包装一下 马上成了黄花闺女 都是这样包装来的 好 再来看二号人物 串商 及机构投资人 串商 及机构投资人 串商及机构投资人 一旦建仓某只股票之后 就开始对上市公司 做虚假的评估报告 大推测推之后 作为推荐买域 或者增值的评级 我们经常是不是看到 某某串商 对某某股票评级对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百分之八十都是她 就已经建仓了 尤其是拉到高位 拉不动的时候 要出货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喜欢 听某某政策公司 给某个股票 好 这个中性评级 满欲评级 真实评级 是这样吗 看得少吗 应该听得很多吧 大部分是忽悠的多 不知底细的股民 跟分百进 一旦推高股价 机构出货之后 股价却一落千丈 无数的弱小股民 被推向望上 声音之后 你喊人坑价的机会 都没有 就被淘汰了 嗯 来 我们来找一只股票 找002200 把这支票打出来 002200 002200 看这支票啊 原来叫绿大帝 原来叫绿大帝 这一支票 有很多的 创商 操纵过这支票 在2010年的时候 还有很 2010年的1月份啊 有多家创商的分析师 对绿大帝 做过调研之后 分析的头头是道 前头一片光明 激进常威机构 吹粉 这能事 华英台没有落地 绿大帝 摇身一变 变成了ST 绿大帝 嗯 还带着一个信号 从上市开始 从上市开始 海通正串 新业正串 玉龙基金 国泰尊安 银河正串 华泰正串 东海正串 深淫万国 但实力派机构 在里面功不可没 这些机构 曾经都对他 大肆吹捧过 一个被无数机构 看好的股票 怎么一夜之间 就变成ST了了 嗯 骗子 真正的骗子 你认为他没能力吗 啊 他不知道这支票 会变成ST吗 他有能力 他太有能力了 他有忽悠人的能力了 知道吧 二号人物 讲完了 讲三号人物 三号人物 宝剑人 宝剑人 宝剑人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吧 啊 宝剑人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吧 有没有人知道 宝剑人是干什么的 都不知道 担保的 哈哈哈哈 宝剑人是干什么的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给你一个形象的比喻 好不好 就是在嫖客与妓女之间的一个人 对 拉皮条的 拉皮条的 好听一点叫担保人 实际上就是一个皮条客 你公司想上市吗 你要找我 你要想跟证件会沟通吗 你在找我 啊 我可以跟你提婚担保 这个这个跟条客 金女一样的吧 我跟你介绍一个好姑娘 啊 保证你满意 我跟你介绍一个好男人 绝对有钱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宝剑人的责任 本来是对上市企业上市把关的 为股民推荐一批优秀的企业上市 并与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你要推荐他上市 你要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现在的宝剑人 经常是和上市公司 同穿一条裤子 并且还不嫌脏 因为宝剑人 实际上市公司 创投公司 证监会之间皮条客的作用 上市公司 希望找一些上市传钱 所以得给宝剑人 一些原始股 作为好处费 所以很多宝剑人 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东了 你知道吗 这个跟金律 给皮条客一些钱一样 你跟我找一个大户 找一个有钱的老板 我给你点钱 你千万别找一个穷鬼 他还得给上市公司 还得给钱给他 因为他希望找点上市 原来很多上市公司 是没钱的 你明白吗 这里面还有一个创投公司 创投公司是干什么的 创投公司有钱 专门帮助一些企业上市 自资 你上市公司没钱对吧 我这里有钱 我给你 但是上市穿钱之后 你的高回报给我 还给我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股上市之后 他的业绩 马上变脸 为什么 上市之前 哇 我的市益率多少倍 十几倍 七八倍 然后上完市 还没一个季度 业绩 马上亏损的亏损 然后业绩大量下降了 大量下降 为什么 因为这个钱被偷走掉了 上市完毕之后 餐钱完毕之后 封赃完毕之后 所以他没钱了 业绩就下滑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建议大家去 炒心股 所以 上市公司 既要给保健人一些原始股 作为好指费 还得另外来一些红包 通过保健人 上下打点轰炸 因为你 上市公司 不能够直接和证监会 接触 你知道吧 只有保健人可以 你要不要 让保健人 也去上下活动一下 要不要给他钱 冲头公司 为了 投资上市企业 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 也得给保健人 意思意思一下 只要上市公司 一上市 所有的人 皆大欢喜 企业传到钱了 创造公司 有高 有 有 高额的回报 保健人也成为股东了 这叫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管理企业好不好 都推荐上市 因为上市都有钱了嘛 所以中国上市的企业 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都是垃圾 不能再垃圾了 四两条腿的都知道 上市有钱赚 所以 如此保健 保健 怎能不保健出世界一流的垃圾公司呢 聪明绝顶的人 做完了 该做的事情 剩下的 也是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应该能到傻逼的人去买单了 聪明的人把事情都做完了 剩下的就是傻逼去买单了 傻逼是谁 就是我们投资者 所谓的保健人 负年带责任 只不过是约谈一下 喝喝酒 聊聊天 抽抽烟 吃吃饭而已 嗯 汉王科技 就是中国人的骄傲啊 嗯 002362 只有中国人才搞得出这样的杰作来 其他国家不可能啊 万一公司出个问题 负什么年代责任呢 负一个屁的年代责任呢 在一起喝喝酒 批评两句 好 叫批评了 叫警告了 叫书面警告 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也是喝酒 好 讲完了三号人物 再讲四号人物 上市公司大股东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有得天独厚的内部信息优势 任何时候都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交易 表现好的 是先交易后公告 表现不好的是私下交易不公告 虽然2010年年11月16日 针对大股东内幕交易 有五大部门 证监会 国安部 监察部 国资委 日防腐败局 联合推出 举重责任 导致 举重责任 导致 这是什么制度啊 举正 举正 责任 导致 就是 我今天说你影响股价波动了 比如说你今天买进股票或者卖出股票 你影响股价波动了 那我就先认为你有罪 然后你来证明自己没罪 这个在犯罪 犯罪学里边啊 有一个叫做无罪推理原则 就是在没有足够的政治证明你有罪之前 先确认你无罪 但是这个就恰好相反 我先认为你有罪 你证明你自己没罪 就可以了 你说没有任务交易 你说没有任务信息 那你证明给我看一看 这叫举正责任倒置 但是 没有用的 因为这一点小小的问题 难不倒勤劳而又智慧的中国人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叫做子信药业 有没有听说过 子信药业 是不是大股东违规真实 违规真实 他怎么知道这些股票会涨呢 嗯 价格低的股票又不是你只行要月一只吧 因为他一定知道有人会去炒作他说不定还给他打个招呼了你现在真实吧我拉高了之后你卖你也赚一下钱 你信吗 你信吗 仅仅是真实那么简单吗 大股东真实也没那么没没真实多少 一百多万一百多万股算什么 一百多万股算什么 一百多万股还不如我多我告诉你 一百多万股还不如我多我告诉你 但愿私人帮能成为我们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档 而不是学习股民的帮凶 这有一首歌吧是吧 嗯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当然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股市经科联系QQ 379849784 379849784 下一节课讲股市心理学实战系列之时 缺陷缺口的魔咒 每一个缺口 缺出怎样的内涵 又怎样的魔咒 下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同一人物 准时开讲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非常谢谢大家 晚安